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啊,先插播一条因果啊,我们在5月24号到5月30号组织大家去东北三省游学,呃,主要是就是去三个省会城市,沈阳,长春和黑龙江啊,可能一般人觉得呢,说这个东北地区没有什么古迹啊,怎么会去这些地方游学呢? 其实不然啊,沈阳就不用说了啊,是这个大清的故都啊,所以像沈阳皇宫啊,然后大帅府啊,太祖的福陵,太宗的昭陵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去到,还有就是著名的辽宁省博物院,在国内我觉得是至少一块排前三的博物馆啊,那么长春呢,因为是伟满洲国的这个首都,所以有伟皇宫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吉林省博也非常不错,黑龙江呢,有黑龙江省博,有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有东北最大的文庙,还有呢,就是大金的故都啊,就是这个金上金的遗址,总之呢,这一路啊,古迹丰富啊,保证您不需此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好,咱们言归正传 前段时间啊,伊斯兰国在莫斯科制造恐怖袭击事件,俄罗斯方面呢,抓的几个主犯都是塔吉克斯坦人,根据他们交代的供词,伊斯兰国呢,给了他们50万卢布,大概呢,能买一辆拉达 于是呢,这几位就现身了,不光是这次啊,以往的恐怖活动当中呢,也能看到塔吉克人的身影 都是呢,收了很低的报酬,自己拎着炸弹就上了,有人看到这个消息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塔吉克人你没见过钱吗,怎么可能因为这撒瓜俩早就把命搭上 啊,就这点钱,在北京你说你给人让人去砸车的人都不见得干 啊,其实呢,一点都不意外,塔吉克斯坦自个儿太穷,对外沟通的途径也太少 他们这辈子真的没见过什么钱 塔吉克斯坦呢,这个是中亚五国总面积最小的一个国家 啊,国土总面积呢,14万平方公里,还没有辽宁省大 人口不到一千万,主要民族是塔吉克人 其他民族呢,还有苏联时期被流放到这儿的朝鲜人和日尔曼人 中亚五国的其他四国呢,都是受这个突厥影响很大 塔吉克人和波斯是颇有渊源 他们现在的宗教仪式当中,仍然能够找到拜火教的元素 他们的国旗上呢,有一顶王冠标志 而王冠在波斯语里发音是塔吉 塔吉克斯坦应该算是中亚最根正苗红的土著 他们的先祖亚利安人从离海北部向东方迁移 迁入伊朗的一支,建立了波斯帝国 迁入中亚的一支呢,成了塔吉克人最早的源头 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这儿之后 希腊文化又传播到了塔吉克斯坦 等到张谦出使西域的时候呢 这儿已经出具了城市的雏形 人们呢,种植水稻小麦,还盛产汉雪宝马 后来呢,汉唐两朝先后控制过西域 塔吉克斯坦也短暂的成为过中国的领土 在几百年的文化发展当中 塔吉克人开始有了民族观念 九世纪呢,建立了政权萨曼王朝 中亚名城布哈拉,萨马尔汉都是在这段时间建立的 随着萨曼王朝实力扩张 有大批突厥人加入军队 他们逐渐掌握了军权,架空国王 九百九十九年,萨曼王朝的突厥将领 创建了加兹尼王朝和回湖人建立的喀拉汉朝 一起瓜分了萨曼王朝 塔吉克人呢,自此沦为被统治民族 后来由于突厥人不断迁入中亚 塔吉克人在中亚的地位呢,被边缘化 不仅失去了布哈拉和萨马尔汉 还被赶进了帕米尔高原的山区 此后几百年,中亚不断发生战争 花拉子摩,查和台韩国,帖木尔韩国相继成为新的霸主 塔吉克人的身份呢,倒是一直不变 都是被统治阶级 在这些君主统治期间 中亚大概发生了两件事 一个呢,是当地逐渐伊斯兰化 成了伊斯兰教的另一个中心 另一个影响呢,就是在蒙古人的统治下 中亚原来的民族逐渐消失,同化 在这个地方呢,蒙古人逐渐发展出了哈萨克人 乌兹别克人等新民族 乾隆年间,新疆回部统治者大小合着 发动叛乱,乾隆发兵,征讨清军 翻越帕米尔高原 直到今天,阿富汗东北部和塔吉克斯坦东部的 巴达克山国与瓦罕汉国 最终呢,迫使巴达克山国交出了大小合着的首级 蜻蜓跟两国呢,确立了疆界 其中塔吉克斯坦的大部都归清朝所有 为了纪念这一壮举 朝廷在战场上树立了一块石碑 用满汉维吾尔三种文字 详细计数了消灭大小合着的战役经过 称为乾隆祭功碑 此后呢,这片疆域一直维持到清朝末年 光绪年间曾经在西北边陲设立了11个哨卡 其中10个在塔吉克斯坦境内 就在这个清朝控制塔吉克斯坦的时候呢 俄国势力也在向中亚扩张 彼得大帝在位的时候 俄国就派了好几个考察队 探明中亚的矿产资源 1864年更是对中亚发动袭击 建立突厥斯坦州 到了19世纪80年代 俄国人已经扩张到了帕米尔高原 并且和英国瓜分高原 自此,俄国占领了塔吉克斯坦的全部地区 并把原来的州提高等级 为突厥斯坦总督区 塔吉克人作为波斯人的后裔 仅仅是因为居住地和宗教问题 和突厥人划分在一起 这使得他们哪怕在被统治阶级里也是次等民族 这种歧视反而倒逼了塔吉克人的民族情绪 他们为了重塑自己的历史 把自己的根追寻到了萨曼王朝时期 今天萨曼王朝开国君主的雕像 还是塔吉克斯坦的地标性建筑 这样的民族情绪虽然提高了民族的凝聚力 也让他们和周边民族的关系继续恶化 沙俄灭亡之后 各民族相继宣告独立 中亚也独立建立了苏格亚政府 可是这个政府只有哈萨克 吉尔吉斯 土库曼 乌兹别克 四个突厥系的民族参与 塔吉克人根本没有执政权 苏联建立之后 塔吉克人希望成为独立加盟共和国的呼声愈演愈烈 苏联有200多个民族 大部分民族都要成为加盟共和国 对于这样的请劝书 苏联政府一天能收到几百份 这些请劝书 慈父斯大林根本没时间看 都要扔进废纸篓 偏偏的塔吉克人撞了大运 当时正值斯大林准备向西向南扩张 满世界输出革命 希望通过塔吉克斯坦的发展 向人们展示苏联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让波斯文化圈能够接受苏联的改造 以便有朝一日吞并伊朗 就这样 1929年塔吉克建立起了加盟共和国 并且在1991年脱离苏联成为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境内 绝大部分都是山地 不适合种地 也不适合放牧 附近没有河流水道 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干嘛麻不灵 需要苏联政府不断输血 才能勉强维持 俗话说呀 穷则思变 塔吉克斯坦这次变得比较偏 80年代阿富汗战争爆发后 很多圣战者从阿富汗前往塔吉克斯坦活动 在当地呢 传播了瓦哈比思想 由于塔吉克斯坦山区众多 比较封闭 苏联政府无暇倾脚 只能坐视伊斯兰极端思想蔓延 苏联解体之后 这些极端分子找到了机会 当时呢 塔吉克斯坦政府由北方人组成 有中亚四国和俄罗斯的支持 希望建立一个世俗国家 南方的反对派在塔利班 巴基斯坦 沙特的支持下 更倾向于推翻苏联留下的官僚体系 建立宗教神棍政权 南北方的分歧 无法调和 92年就爆发了内战 断断续续打了5年 造成6万多人死亡 近百万人远走他乡 这些呢 都是掌握着技术和财产的精英切层 他们一走 塔吉克斯坦几乎是陷入了停摆状态 经济水平倒退了大几十年 比以前呢 更依赖俄罗斯的援助 除了俄国有一搭没一搭的援助 塔吉克斯坦得不到任何的支持 土耳其曾经和另外中亚四国 组成了突厥国家联盟 塔吉克斯坦不是突厥人 被排除在外 而波斯文明里的代表国家又是伊朗 他们政教合一的神棍属性 也让塔吉克人有点忌惮 不愿意过多接受他们的支持 这样一来呢 他们的经济常年停滞 也就不足为奇了 常年贫困 加上有一些极端思想的基础 让塔吉克人见到有点钞票 就能豁出命去 就拿这次被伊斯兰国雇佣的恐怖分子来说 他们开出的价码是五十万卢布 看着呢 只有四万人民币 这已经是塔吉克人快三年的工资 这才是让他们愿意去铤而走险的原因 俗话说呀 穷生经济富长良心 这句话用在塔吉克人身上 真是太贴切了 好了 关于塔吉克斯坦呢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